韓国是台湾人 在亚洲旅游最爱去的国家之一 不过根据平面媒体报道 由一名24岁的台籍男子又又 到韩国玩 看到漂亮女生 露出修长眉腿 当下距离女子两三公尺 便拿出手机拍下 大约五秒的影片 结果被当成变态 一名韩国男子突然从背后 抓住她的手拦住去路 两人倒地扭打 又又被带回警局拘留一天 还被限制出境 至今将近两个半月 都回不了台湾 光拍这个部分 就有点已经非常不OK了 没有尊重到别人的隐私 客流有点严重 就是有点违反比例原则 很恶心 会很生气 但是不至于到报警 可能会直接大喊 外交部指出 未取得当事人同意 拍摄韩国女性 或特定身体特征 就会遭韩国警方 以违反性暴力犯罪处罚特立法 以现行犯逮捕 在台湾的部分 想要你有拍摄到隐私部会的话 可能会涉及到的是 有关于刑法的妨碍秘密罪 拍的位置跟角度 涉及到某个 某几个身体部位的话 被认为是跟 性骚扰防治法 跟性有关的 相关的骚扰行为 被处一万元以上 到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悠悠透露 今年一月初 就曾经询问住 韩代表处 是否该请律师 但代表处说 这是小案件 不需要 悠悠不满 罪职外交部 不积极协助 接获国人反应 或韩国警方通知后 都会立即积极协助 并提供律师名单 供我国人参考 律师提醒 韩国对个人 肖像权极为重视 没有经过对方 同意拍摄特定部位 在台湾或韩国 都有可能构成违法 记者李琴曹文宁 台北报